哦 fuck fuck 嗨,你好,我是莉莉 如果说脂肪是个杯锅侠 那么糖真的就是必吃 在人类历史当中 糖一直都是稀缺的 大约8万年前 人类只能偶尔采食到水果 在16世纪之前 只有富人才能吃得起糖 比如英国王室 中国的江南 1588年 英国打败西班牙 成为新的海上霸主 老子要走向人生巅峰 开始在殖民地大建甘蔗种植园 而这堂产业又需要大量劳动力 我看了看我的老历史 非洲安排 于是之后催生贸易三角 英国的工业制品卖到非洲 非洲的黑奴卖到美洲 而美洲的糖又卖到英国 从1650年开始 这些糖之岛就开始向英国大量的供糖 从那之后糖变得平民化 产业化 而那批这糖商人也完成了原始积累 并且开始影响和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和权力体系当中 糖是什么呢 以下部分内容 是由一位艺学生粉丝 和我一起整理的 化学上的糖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 是为人体提供热能的三大营养素之一 是由碳 氢 氧 三种元素组成的有机化合物 因为早期发现 所有糖类都能写成碳水化合物的形式 所以当时碳水化合物等于糖 而后来发现一些糖不能写成碳水化合物的形式 比如构成DNA的脱氧核糖 还有熟理糖 而甲醛虽然符合通室 却不是糖类 所以严格上来说 糖属于碳水化合物的一类 而碳水化合物通常是指淀粉 糖类和纤维 分成单糖 二糖 低聚糖 以及多糖 单糖是糖的最小单位 比如葡萄糖果糖和乳糖 两个当糖 就是二糖 比如浙糖乳糖和麦芽糖 两到十个就是低聚糖 十个以上就是多糖 而我们的消化过程就是把复合碳水化合物 分解成单糖的过程 就是葡萄糖 它就是你的能量子弹 而同样是碳水 白面包和蔬菜的分解速度是不一样的 白面包因为富含淀粉 它分解很快 所以血糖会快速上升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高GI指数 升糖指数 而蔬菜因为富含纤维 纤维是一种多糖 它既不能被胃肠道消化吸收 也不能产生能量 那它来干嘛 长到一日游 怎么来的怎么出去呗 纤维 可以增加你的饱腹感 可以通便 以及减慢葡萄糖 释放到血液的过程等等 这可能也是中国的肥胖率 没有美国高的原因之一吧 因为中国人的日常蔬菜的摄入 要比他们多 那么碳水是怎么变成脂肪的呢 但碳水分解成葡萄糖之后 会进入血管 运送到各个组织 成为燃料 而没有用完的葡萄糖 就会存在肝脏和肌肉里 就是肝糖原和肌糖原 还有一部分会被转化成脂肪 储存起来 当你饭后血糖上升 β细胞就会释放胰岛素 到血液当中 它会叫来肝细胞和肌细胞 将葡萄糖转化成糖原 你俩过来一下 赶紧把这些糖都拿走 太多了 好的好的 马上 所以血糖就会降下来 注意 胰岛素是我们体内 唯一能够降血糖的激素 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促进脂肪的生成 不过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频繁的摄入精致碳水的话 就会要了很多次 然后还想要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不去运动 消耗掉它 所以胰岛素就会被经常刺激 久而久之 它就不敏感了 嗯 就是 不敏感了 这个就是胰岛素抵抗 嗯 这两个人怎么不过来了 炸 而如果你体内长期是高浓度的胰岛素 这样你的葡萄糖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 于是胰岛素只能把它转化成脂肪存起来 而脂肪越积越多 最后无处安放 既然没地方了 就只能随便放放咯 它会在你的腹腔肝脏 胰腺各种地方 也就是最可怕的内脏脂肪 你想看一下什么样子吗 就这个样子 嗯 我们为什么要重视糖带来的肥胖呢 肥胖加上缺乏运动 是造成胰岛素抵抗的主因之一 最典型的就是二型糖尿病 虽然它是慢性疾病 但是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可能会引起失明肾衰竭 甚至节肢 对 它就是这么可怕 而且像糖尿病高血压和肥胖这些问题 会让你在面对真正重大疾病的时候 用药会选择受限 手术的风险会更大 比如癌症 比如生产 我再说个费钱的吧 蛀牙 将来换一口牙 可能是一辆车的价钱 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些 并不是为了让你认为 碳水是绝对的坏东西 碳水依旧是我们需要的热能 健身的人就会知道 它是用起来最快的能量储备 如果完全是零摄入的话 也不行 即便是今天流行的生酮饮食减肥 也并不适合所有人 比如纤维 其实就是好的碳水 淀粉需要非常小心 而糖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碳水 我在讲多巴亚那集提到过 糖让人感到快乐 也让人上瘾 戒糖真的就像戒毒一样 而更惨的就是 我们今天是被糖包围的 我讲一个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糖摄入 就是果糖 它就是你的G 哦不对 快乐极点 它主要是在水果 以及含糖饮料 比如奶茶 果汁 细水里 当然还有很多包装食品里面都有 我们添加的白砂糖和高果糖浆 就属于果糖 它比这糖还要甜 当你拿起一杯果汁的时候 你认为它很健康 但是它是碳水化合物 而且因为把防止变胖的纤维 全部去掉了 所以眼前的这杯果汁 就是一杯纯糖饮料 当你一次吸完三个橙子之后 你爽了一把 甚至还有一点欲求不满的意思 果糖有什么特点呢 它非常难代谢掉 因为它不会进入血液循环 也不会刺激血糖 所以它的升糖指数很低 它也不会给身体功能 听起来很美好 对不对 它只去一个地方 就是肝脏去代谢 那它却变成什么呢 你的奶茶还像吗 有一种说法就是 果糖只是不会醉的酒精 它会造成脂肪肝肥胖 以及成因 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 会造成代谢综合症 而今天我们超市里 80%的包装食品里面都加了糖 即便是你认为健康的什么穀物 酸奶 哪怕上面写的是无糖 或者你吃起来也不觉得甜的食物 都可能加了糖 而像可口可乐 这瓶百年不倒的产品 它凭什么 因为它找到了糖的极乐点 就是那个多一点你就过了 少一点你就到不了的点 我们对糖的喜好 被食品公司狠狠地利用 他们当然知道糖是罪恶的 但是人家有钱 于是各种资助科学家和游说政府 曾经有科学家质疑 糖就是万恶之源 于是美国制糖业的大佬 就给三个科学家每人5万美金 让他们联合造假 撰写了一篇综述文章 告诉大家 脂肪才是万恶之源 这叫做背书 也曾经有一个公司 试图减少食品当中的能量 但是销售明显下滑 接受过资本的毒打之后 又不得不把糖加回去 这公司 叫卡通 所以也不要一边骂资本 一边又为第二杯半价买单 资本从来都是靠人性的弱点 来滚雪球的 总结一下 今天的糖很廉价 这份廉价的快乐 有一天可能会让你永远告别甜食 失去一颗肾 一条腿 或者是一口牙 伤前又伤身 而当你要用身体去付出代价的时候 钱和他人都没有办法去替代你 如何借糖呢 我只有一个建议 就是学会并且习惯自己做饭 以及识别绿色汤水 这个过程能让你体会到另外一种幸福感 长期下来 你的味觉也会回来 会更丰富 而且会做饭的男生和女生都会更有魅力 不是吗 记得给我投币点赞和收藏 然后全网关注我 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 我们下次再见 Bye